大家來看到中國有一名經常穿黑絲襪跑山的重機網紅 在江蘇省長洲市一處山區騎車的時候就發生車禍 那從現場的沙車盒來看呢 他應該是在過彎時衝到對象車道跟一名重機男騎士對撞 這個男騎士的車友就指出這名女網紅戴的是山寨版的安全帽 所以看到被這麼一撞之後 整個破了一個大洞導致女生當場死亡 所以不管騎車開車上路真的要特別注意 因為有一名車主也控訴了他把車停在路邊的白線內 結果一名騎士從後方沒有刹車 直接從後面撞上他的這輛車 那車主就說因為這起車禍導致他原本車子中古車價大約是落在28萬 但現在呢就算修好了 因為重大事故中古車價減損大約剩下20萬左右 不過這個肇事者的保險只願意請車廠幫忙回復車子 讓車主相當生氣 同樣引發爭議的恐怕還有這個新北市有一名左手殘缺的理性男子 先前因為是五度性侵少女入獄 並進行強制治療 那九月中他回到了住處 鄰居見到他的身影都很擔心 那還在社群網站提醒少女們千萬別落單了 警方表示會不定期到男子的住處探訪 那對方也需要定期回派出所報導 就是要大家安心不要緊張 你就會想說什麼 我可以想說什麼 你只me按照片 你答不信 你應該說什麼